大家好,我是艾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绝屈灵 开服S级角色一览 常见配对攻略 绝屈灵已开服 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前S级角色吧 首先声明 不管是哪个S级角色 都是可以培养的 绝屈灵并不存在缺了哪个角色 就玩不下去的情况 首部、城区效果拔拳 开局抽到谁都可以用 对于用米家账号的玩家来说 不需要考虑花费一个小时 度过前期剧情的刷出时问题了 随缘开局 当然XP强烈的也可以努努力 根据1.0版本的资源获取 搭配上新手词 每个人都能获得至少两个常驻五星 不再常驻持出武器的话 同时还可以抽出一个限定五星 即使大保底 应该也能出至少一个 首先是第一个限定UP的角色鲨鱼妹 作为第一个限定角色 冰系强攻角色 在前期开荒体验良好 即使缺少队友 也能比较好的完成开荒的使命 和新铁的C.R.U.点类似 能够带领大家 度过一个相对安逸的前期 同时 他拥有完整的冰队体系 且能很好的克制 前期出现较多的乙孩怪物 现阶段没有人型Boss 不会出现被克制的太过的环境 庄武下位替代较少 虽然能用 但是比庄武属性差距较大 如果喜欢爱莲的朋友们 还是建议抽个专武的 心号心号 专武不是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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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号心号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虽然可以因为未来角色强而斩石头 但是原神崩铁玩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前期的UP角色能够大大提升开荒体验 即使后期会出现更强的角色 初始还是建议大家 抽个限定角色提升开荒体验 毕竟体验不好可能就直接退坑了 还不如先爽了再做 相信我 早抽早爽 下半卡池的UP角色朱渊 以太强攻角色 主要输出为依靠强化散弹进行爆发输出 战场输出不如爱莲平滑 因为强化散弹很快会被打空 建议用来切出来爆发 将强化散弹打光就切走 爆发非常高 但是因为朱渊的强化散弹的回复 需要使用消耗能量的强化特殊剂或者触发QTE 前期使用手感可能会有点难受 后期队伍成型的爆发输出才能得到更好的体现 另外因为特勤组仅有朱渊艺人 为了激活额外能力 配队绑定妮可 组队的灵活性有所下降 莉娜是常驻角色的第一位 三测期间最好的辅助 可以提升队友穿透率 也就是无视敌方防御 能够大幅提升电属性输出 但是即使放在其他队伍中 也能起到很好的提升作用 并且自身的输出也比较不错 常驻抽到就练起来 在没有专武的情况下 优先使用提升回能效率的A级阴晴 格力斯属于电属性异常 三测唯一的异常 虽然攻测增加一个物理异常 格力斯的伤害 主要依靠将敌人打入感电状态 扔雷一直爽 一直扔雷一直爽 大幅提升感电伤害 可以说是所有机械怪亲妈 符合人设 因为异常属性伤害不吃双爆 前期培养较为简单 只需要等级和异常精通等属性即可 但是对付非机械怪 就没有那么好用了 不过三测深渊后几层都是机械怪 就页面还是很不错的 11号为常驻持的强公主C 刀刀烈火赏心悦目 强化特殊剂的能量要求很高 并且普攻的火刀触发 需要一定熟练度 掌握每一刀之间停顿的时间 才能打出刀刀烈火的操作 同时进入第二章 机械怪就开始扎堆出现 几个BOSS也是机械怪 机械怪都有火炕 在遇到大量机械怪的情况下 11号的提案会有所下降 猫幼是常驻持的强公主C 猫幼属于一个很灵活的角色 能够轻易穿过敌方目标 不容易被围殴 同时手感极佳 但是核心被动要求闪避反击才能触发 覆盖率并不高 但是三测阶段并没有误抗怪物 在前期开荒阶段属于不会被克制的万金游角色 科雷达 火属性击破手 在队伍中存在本的时候会触发击败 攻击的无敌针大幅提升 大大强化了生存能力 同时提升了技能倍率 但是科雷达的攻击前后摇很长 如果不带本很容易因为无敌针的缺少 而被打断输出节奏 因此一般玩家推荐和本绑定使用 能够大幅提升手感和使用体验 莱卡恩 兵属性击破角色 三测阶段最强击破角色 额外能力能够使失衡一伤再次提高 问题在于大招容易空大 并且蓄力攻击需要一定时间进行适应 不习惯的记得去训练场的训练关卡 击破手的装备需求不大 多提升冲击力 加快敌人的失衡速度 才是重中之重 好了 希望大家抽到想要的角色吧 再见了